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经济人物的李国庆 港股今天反弹弗力,好友都感到失望 估计后市仍然还是要下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 新泰大减,细添幼 没讲过这个题目之前,先看看恒新指数片 全日恒新指数就收报19719,下跌了196点 成交较前活跃,有641亿 今天恒新指数曾经跌穿过19600点 创了本轮跌落的新低 开始回报三月初的上升列口 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这幅图 你又见得到今天跌到下来 已经在列口的中间位置 见过19594点 齐头的话就是19600 大概是这个上升列口的中间位置 如果要补完这个上升列口 就要去到3月1号的高位 119420点 注意了 19420点 其实是低过前升浪的 0.618倍的回吐幅度 那0.618倍是由这个2月12号低位 18278点 计到去4月28号高位 21654点 如果回吐0.618倍呢 就是去到19567 回补完整个上升列口的话 要去19420 就低过19567 后市如果真是低过0.618倍的回吐幅度 投资人要考虑 这个是不是只是回吐 而不是新升浪开始呢 万一这个是一个 所谓新跌浪开始呢 如果这个是一个新跌浪开始的话呢 那就是当然了 就是不止跌那么少了 一般来说呢 如果只是一个调整浪的话 只是会调整大概 前升浪的0.5倍 或者0.618倍左右 那如果真的调到来 0.618倍就是19567 但是如果回补了整个上升列口 去到19420 都弹不起 上不回到19567之上 大家就要很小心了 那么到时我们再分析这个情况 国企指数 其实呢 表面看来 今天好像强一点 还未回补了 还未开始回补了 上升列口 但是呢 后市可能它是会领跌的 为什么呢 就是讲回今天的题目 就是新增贷款大减 对后市添优 而国企指数里面 主要很多内银股呢 可能在下个礼拜会受压了 事源就是今天收市之后呢 人民银行就公布了 4月份新增贷款呢 较3月份大减六成 去到只有5556亿人民币而已 而3月份的数字是有1.37万亿人民币的 社会融资规模的减幅重大 4月份跌到只有7510亿而已 较3月份大减近七成的 3月份的规模有2.34万亿那么高的 那大减 而这个M2这个数字呢 4月份也是较3月份下跌了0.6个百分点 去到12.8个百分点而已 这种种的数字呢 告诉大家听 有些收水的迹象 那4月份一收水 即是第二季度一开头的时候 不再大放水了 大家当然会想 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 就不会那么强啦 是L型 而不是V型 又不是U型 是吧 那是L型的话 那当然对股市呢 就稍为不利了 恒指各指有机会是被这个耐银股拖累之下呢 而向下进一步调整的 那事实上呢 上证指数呢 亦都是走势上高呢 亦都是说 厉淡的 大家见得到是头肩顶走势 即使它有一个后秋反到2900点之上 都是要向下跌 去回2700点 完成这个量度跌幅的 那事实上 恒指呢 过去三周 已经是三连阴的了 那三非乌鸦的了 跌穿了20周线 来淡的了 国企指数呢 更加早 在4月14号已经见顶了 今天来讲 已经是下反复下跌了 整个月那么多的了 整整一个月 也都在二手线之下 仍然都是向淡的 那所以大家呢 都是要做好 进一步下跌的心理准备的 好了 今天分析是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